今天 必須在大家的面前揭開這個真相 對自己而言是一個非常非常難的決定 他要有很大的勇氣 因為我從小又是一個個性溫和 非常與人為善的人 而今天要在所有的媒體之下 公開這三年多來 我可以說一再的忍耐 到最後甚至生病 連續打了十天的抗生素才控制住 我實在很難想像這幾十年來 我們華語世界所謂的音樂教父 我們是這麼的尊敬他 特別是師姐 我是這麼的相信他 我甚至把小松老師當成自己的家人 他在台灣有任何的需求 哪怕是要扛著一箱又一箱的礦泉水 哪怕他要抽洋煙 不管什麼只要他有需要 我跟我們公司的經理 老遠的就要送到淡水給他 我已經把他完全當家人了 可是一個這樣的人 卻可以欺負一個善良的人 欺負到我忍無可忍 否則今天我不會舉行這樣的記者 因為他們當時給我的收費是說 你等著當律星所有的一切 你聽我們的 我們來幫你安排 所以他每個月要領薪水 用策劃費的方式 那麼小松老師是一個月二十萬 他的經濟人是十三萬 加起來三十三萬 而且稅要外加 我們當時並不知道 策劃費要多久 因為通常一張照片 可能策劃兩三個月就推出了 所以當時他沒有提供合約 他只是收錢 那合約一直沒有過來 然後就一直收 收了九個月的策劃費 每個月二十萬 光小松老師 歌都出不來喔 後來的四首歌 沒有完成任何一首喔 然後你不能吹 你一吹 他的經濟人就告訴你 他是義入家性格 不能吹 我有一次只是輕輕的問 他小松老師就很生氣 那是要禮膽的不准吹 然後不准吹 他每個月要拿二十萬 所以我付到第九個月 是不是光小松老師就付了 一百八十萬 這個時候呢 我沒有辦法了 我就在五月六號 跑到他的家裡 2019年的五月六號 我說老師 我沒有辦法繼續付你策劃費了 我最多只能再付你一個月 然而這個尾款 是必須在你把這整張唱片 我們都完成 因為你是總策劃 你必須完成我這個二十萬才能給你 結果他看著我 回了我一句話 那我要做多少事啊 那我心裡在想 要不然你以為你拿一百八十萬 那你的經濟人每個月拿十三萬 他的經濟人拿了五個月之後 我發現不對 我就不再付他了 所以他的經濟人也拿了六十八萬多 所以呢 最後我這個違反二十萬 其實是應該不成立的 因為他根本就沒有做 我們都有對話紀錄 他就回到中國了 然後就不理我們了 當時呢 我們在進行的時候 小蟲 抑制的時候 思潔 你無論如何 不要告訴別人 我再幫你做專輯 因為 這樣等公開的時候 才會有驚喜 那我就是一個很聽話造作的人 我都沒有講 我的家人也都不知道 等我們真的開始對外的時候 就開始有人給我一些不同的聲音 我才知道可能是會有問題的 我不瞞各位說 在我新歌發表會的時候 我是在元氣飯店 是請黃子交 本來我當天有一位特別來賓 是台灣非常知名的人 已經都說好要幫我站台 鮮花要幫他準備什麼顏色 結果他臨時發現 原來小蟲是製作人 他不要了 他直接告訴我說 你待會兒請黃子交 當場就把他掀開 這個人太嚴重了 你思潔你無論如何 你一定要把他掀開 他傷害了太多人 可是因為 我們畢竟是在發專輯 我們的焦點必須明確 所以我並沒有這樣做 但是私底下 真的貝拉魯傷害的人 是真的蠻多的 他已經拿了我好幾百萬 我就心裡在想 我至少要把專輯的六首歌先拿到 所以我就有一點委屈求全 然後所以第二次 他就提出了 主打歌傻傻的話 他要來當導演 他要來製作 他也行 他就用了一個 他說幫別人拍的片子 先撥給我看 一看 我說老師這是你拍的嗎 他說對 他說你看喔 我拍成這樣 不到台幣四十萬 那我就想 那這樣很划算啊 好 所以他說他要當導演 於是呢 我尊重原創 傻傻的話 就讓他來拍 結果等要給他拍的時候 他的開架 光是拍攝 都還不包括我其他服裝 光是拍攝 他要收175萬 那後來我說老師 為什麼要那麼高 我值得 他的用法就是跟他的經濟人 一搭一上 他一開始都會先否定 你找的人太貴了 你現在要給年輕人機會 他們又便宜 又符合潮流 好 那等我接受了他的講法 然後他就開出他很高的價錢 然後當我問說老師 為什麼要這麼高 他就告訴你三個字 我值得 我是大師 當時滾石 有哪幾位歌手 都是我完全 連Pose怎麼還 都是我交出來 而大弘特弘的 我們曾經也寄予訴訟狀給他 但是 如果各位有看到那個訴訟狀 如果當時的人是你 我想你可能會氣到 我只講一點 他第一項就是說 大臨女子出片不易 本人用我所有十幾年的演藝圈關係 因為他資金不足 他居然不知感謝 說我不知感謝 各位 我很少話講這麼重 但如果你要我形容小蟲老師這個人 我只有八個字 我只有八個字 虛假 傲慢 欺人太甚 這就是我這幾年來迎人很很大的感悟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